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延烧 各行各业都遭受到了波及 也因为民众预期的心理与消费动能的疲弱 冲击对社福团体的小额捐款意愿 不过在花莲有一群店家发起了爱心商家护老家的行动 花莲市公所也响应 捐民生的物资给花莲县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服务的弱势长辈 希望在疫情艰困之际 能让长者以及贫困的家庭都感受到色香味居全的温暖 卫市长说他代表花莲市民向这些店家表达感谢 因为在新冠状病毒肆虐的情况之下 造成餐饮业与店家的生计大受影响 然而爱心工艺是不能等的 感谢店家愿意捐出物资 护取老家 而花莲市公所也将民间好朋友康捐的物资捐出来 一起送给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 转赠给所有需要帮助的长辈以及家庭 在新冠状病毒肆虐的情况之下 造成餐饮业跟一些店家的生意真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但是爱心工艺却不能够等 那这些店家也愿意把这些商品 那来提供给我们老家的所有长辈来一起来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花莲市公所也提供了我们民间好朋友所捐赠的一些物资 一起去让老家来分送给需要帮助的长辈 发起爱心商家护老家的成正率是牛番茄小火锅的业者 他说朋友种的番茄因为盛产以及卖相不好 因此转送给他 而店里需要的又不多 因此预期放着坏掉 倒不如转送给有需要的人 朋友的那个番茄他盛产 那他就盛产的一些有些比较丑的他没办法去卖 那对我来讲他送给我我用不了那么多 因为现在又有疫情 那我想说那我就透过这个这个番茄 然后再加一些做我的汤底来证送给需要的人 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执行长蔡志全代表接受赠品 他说受到疫情影响 老家以及其他社服团体都面临相当大的冲击 不仅大型券目活动都暂停或是取消 也因为民众预期心理与消费动能疲弱的影响 直接冲击小额捐款的意愿 每个月捐款几乎少了三分之一 这个牛番茄的老板 能够听到我们这种悲逆组织 在特别是这样的疫情的困扰下 像我们的这个捐款的每个月的捐款收入 大概少了三分之一 那我想虽然疫情现在比较趋缓 但是这一两个月以来 我想老家的全线整合性的服务 一样是持续 那只是说有一些可能是外出的活动的部分 可能就不一样 但是有关洛士岛的照顾 送餐还有居家服务 等等这些服务 我们都还是持续下去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让社会各界 如果有机会的话 愿意可以给我们 这个 我们老家给我们一些协助这样 感谢卫家闲市长 以及牛番茄小果果等多家业者 感受到被盈利组织的困扰 康捐了物资 让受照顾的独老或是贫困家庭 可以战斗难关 蔡志全说 尽管环境艰困 老家仍然会持续关怀居家服务 记者林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 死于工作的 小取伍 老人 老家仍然会